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高兴,再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聊天,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 就是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八节里面的经文 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吧 我们教会所提供的圣经是新药部分的第三八零七页 在《雅各书》三章十三节 我们会一起探讨追求属天的智慧 你揭开了圣经,或者你也可以看到《雅各书》里面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中读十三节开始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坏着苦毒的疾到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方话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再何处有疾度纷争,就再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温良又信,满有怜悯,朵结善果 没有偏见,没有假模,并且使人和平的 使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在思想这段经文之前 我问大家几个问题 在三个境况当中 究竟你希望自己身处在哪个境况当中呢? 第一个群体 就是一个爱的群体 大家上下齐心的 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去努力,去奋斗 大家互相帮助 有缺乏的时后互补不足 大家亦都亴此谦公和睦 不单止支持鼓励 也都能交心倾诉 有困难的时候一起去承担 这个第一个群体 就是爱的群体 第二个群体 就是国家字数门前说的群体 大家互不理睬的 人人都是为自己做事而已 不会主动去帮人 也不会主动去害人 只要做好自己的部分 也不需要有什么功劳 只要不要有错就行了 只要不要俗语所说的背锅 大家相安无事 这是第二个群体 第三个群体 在电视里看 甚至在平时生活中的场景中发生的勾心斗国群体 这群体是其他人都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好处来着想 甚至也会做一些小动作、大动作 去伤害人 使自己得益 就算有人想帮助你的时候 也会很小心 因为知道那些人都不是真心的 只不过因为你有什么利用价值 或者要实现背后更大的阴谋 才帮助你表面上 究竟我们希望自己身处在哪个群体当中呢? 哪个群体是形容着现在你工作的环境呢? 哪个群体是形容着你家庭、家族里面的关系呢? 或者是哪个环境是形容着我们的城镇家、我们的教会呢? 哪个群体是形容着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实现一个爱的群体呢? 希望经文里面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指引 在我继续讲解之前我们有个祈祷 我们的天父 好多谢你 你将你的圣经 话语赐予给我们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使我们生活里面 能够有神你的指引 天父啊 求你真理的圣灵为我们解明 开启我们的心肖 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 也都愿你的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 去专心聆听 也都由这个心智去愿意 行神你所给予我们的吩咐 天父啊 我们恭敬将这个时间交托给你 求神你掌管 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大家最好打开圣经 《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 因为接下来我会逐节的来讲解 投影片未必有经文在这里 首先我们看看第十三节 雅各对当时的教会有个发问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相信在当时的教会当中 有不少的人很想做教师做领袖 就像三章第一节里面所说 或者是很多人在追求 自己被人认为是有智慧的 有见识的 这里我们要懂得分辨 我们去渴求智慧 追求熟灵的见识 以及渴求被人以为自己有智慧 被人认为自己有见识 是两回事 在三章一节里面 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 很多人想做师傅 或者很多人很想在熟灵的事上 被人尊重 他是一个熟灵的人 让人觉得他自己被其他人却悦 也很想在很多人向他请教当中 获得这种满足感等等 当然了 我们假如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所得着 在神里面有生活的经历的时候 应该是乐于和人分享的 有教导恩赐的人也更加应该如此 不是自己收买 但是假如我们将这份愿意分享的心 中心里行职份的情操 乐意造就弟兄姊妹的心 变成为追求人的尊重 喝求人的敬重 或者在这个成为自己身份地位的表现的时候 整件事就变得很可惜了 也不合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 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 究竟谁才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或者用今天的华语讲 是不是有很多学术的咸头呢? 是不是有很多侍奉的崗位呢? 在不同的机构里面有很多的职位呢? 不是的 雅各就说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 显出他的善行来 是十三节所说的 在这里简单看到 有智慧、有见识的 并不是靠口 也不是靠懂得高深的理论 或者能够未卜才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 而是很实际的在生活上活出来 而活出来也有一个温柔的态度 正如主耶稣基督 他对他的门徒所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就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的一样 是以温柔和谦卑的表现出来的 这就是真正有智慧的表现 然后雅各也说到 有哪些不是来自上头的智慧呢? 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就是他内心怀着苦毒 有贼道、纷争 可能他在一些事情上受到伤害 或者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也都未处理得到 或者时间 但还未让他能够有所解决的时候 心里有时你跟一些人聊天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他那种苦毒 无论是他所说的言语、表情等等 受到很大的委屈 但假如他不得到这个解决 或者是正确的疏度的时候 可能就变成疾度了 就会觉得 为什么人家有这样的生活的经历 很正正常常的 那么幸福的 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呢? 或者看到别人给自己做的事情做得妥当 或者有时未必是他自己不努力 但是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为什么别人会这么好 自己做同样的事情 别人又不是这样对他 于是心里有种苦毒 有种疾度 甚至挑戚纷争 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也会有的是自夸 所谓自夸的意思 就是让人觉得他多么却悦 觉得多好 或者觉得能人所不能 希望在人身上 受到很独特的尊重和对待 但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 例如《旧约吉利米书》 讲到 《智慧人,不要因他力智慧夸口》 《勇士》 即是大力的 很大力的 《不要因他力勇力夸口》 《才主》 或者有很多栋楼的 《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 夸口 却因他有聪明 聪明是什么呢? 就是认识我义和话 又知道我喜悦 在世上施行慈哀公平和公义 以此夸口 往往不是来自上头的智慧 而他会在世俗的事上 去到夸口 去到自夸 有时不单止是自夸 甚至俗语说 好像吹水吹大了 为了证明自己有理 或者要蓋过自己的方言的时候 用更多的调话 去遮蓋 以至说方或抵挡真道 要扭曲事实 哗众取寵 听起来很动听 很有说服力 但是听的人 其实慢慢冷静下来 想一想的时候 往往都能够发觉到 那些人说的事 都不知道有多少成真的 事实往往都不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呢 因为这些所谓的智慧 并不是从神而来的 雅各在这里形容 这些智慧是熟地的 熟情欲的 熟鬼魔的 原文熟地的意思 并不是一个必然负面的词语 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 但是在这段落里面 雅各要特显给大英姊妹看到的 就是当我们的眼光 只是以熟世的方法来看事情的时候 不论是以熟世的眼光去看人 以熟世的标准去衡量得失 或者是衡量一样事情有没有价值 等等 这也不算是由上头来的智慧 例如我们说话方面 对一个人的评价 通常在香港这个社会里面 假如是有钱 或者是有学历 或者是有专业的 就好像格外应该被人尊重 如果是普通的人 就好像没有什么利益 可以给到我的话 就不理他 这是世界属地的价值 或者引伸去用钱财 平时我们家庭 或者教会 感冒正常 量入而出 也是一个很谨慎的做法 但是当时有些特别的需要 特别的复乎的机遇里面 我们能不能够跳出数字的框框 以熟灵的智慧去看 去衡量这件事 应不应该做呢 这个就跟熟地的智慧有分别了 而这些不是由上头来的智慧 也是熟情欲 熟鬼魔的 熟情欲的意思 往往是以自己喜好 自己的心意而行 就算一件事有没有道理 是否对其他人好呢 也好像不太关系 总之我觉得应该这样做 就去做 这个也有可能是体贴肉体的 例如《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 讲到很多情欲的事 是显然易见的 包括奸淫、污慰、邪荡 也包括仇恨、憎敬、忌恨 或者是妒忌、纷争、醉酒等等的事情 以至我们被私欲去牵引 于是成为了魔鬼在我们身上做破坏的一个脱口 让魔鬼在我们身上有机可乘 促使我们不论在言语上犯罪、行为上犯罪 以至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些影响包括什么呢? 就是经文里所说的 就是带来各样的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第十六节下半节 留意第十六节里面的据法 《雅各讲道》 《在何处有质道、纷争》 《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我相信大家都没见过一个地方 假如是很多纷争的 每个都只是给予妒忌的 会有好的结果出来的 不会的 只会带来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这些都不是来自上头的智慧 所带来的结果 而《雅各》在第十七、十八节里面提到 这些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怎样的呢? 本质就正如《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里面所说的 大家可以一起读 上面那一段是经文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传逼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而在当中神给我们的智慧 并不是要让我们在当中自夸或夸口 也不是让我们能够给世界上的其他人 以更聪明的方法赢得财富 或者做什么叫封工的伟业 去获取人的赞赏和尊重 神给我们的智慧目的 是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祂 更加透切地活出神给我们的封城生命 这是上头来的智慧 源自上头的智慧有哪个表现呢? 《雅各》列举了七样的事情 我们简单来讲解 第一方面 清洁 清洁的意思 并不是我们吃饭前洗手 而是说到内心中的纯洁 纯正 英文译做pure 是很正确的翻译 在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没有罪恶的 是一心向神的 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这就是清洁 至于和平 也可以翻译成为平安和睦 相对于冲动 血气用事 老妄等等 或者看到一些误会和冲突发生的时候 你懂得如何以内心和爱心 去当中化解 不仅为自己 也要为其他人 带来一份和平和平和平安 第三方面 温良 游信 这里最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形容过 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的 当然 温良 游信 并不代表没有立场 像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看到的 当他教导真理的时候 以各种显遷的比喻 纯尽善有 就算指证他的门徒 或者是法律塞人的错误的时候 以证慈严 但也不会发脾气 去谩骂的 温良 游信的榜样 第四方面 亦是满有怜悯的 怜悯就是神的属性 神是看出我们人的软弱 让我们解如分享到 神这份属性学习的时候 也会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 就会懂得去帮扶 也能够看出其他人的困难 如以卓学书第42章提到 压伤的徒位他不截断 将尘的灯火他不吹灭 这是上帝形容他所选择的仙女仆人 那种情操 满有怜悯 第五方面 多结善果 即使我们丰盛生命的表现 必会有良善的结果 与假智慧 当中大陆的扰暖 各种的坏事 是刚刚相反的 另外第六方面 没有偏见 的意思 就不会有一种 承见 诗心 去到判断 或论断 其他人 或者论断这些事情 第七方面 没有假冒 没有假冒 也是真诚的意思 而这七方面 亦都跟我们记得 这七方面 主耶稣基督在灯山部分里面的教训 是互相呼应的 例如清洁 也提到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关于和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温良又信 灯山部分也提到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连吻 连吻 连吻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吻 这七方面 带来的什么结果呢 第十八节里面也说到了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 使人和平也可以译成为促成 去制造和平 和平不单是对外的 也能够让人心里面 有神而来的那种平安 那种安宁 这里就要分享一下 刚才诗班献诗那首诗歌 《我心灵得安宁》 在我们诗集里面 世纪众散四百五十首 这个歌词 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一百四十年之前 就由一位诗白福先生 Horatio Spafford所写的 他当时在美国的芝加哥居住 是一位奖老会的奖老 很爱主的弟兄 也是一位很成功的律师 他也透过他的资源 人脈去支持福音 和报道的工作 他和太太 养育了四个女儿 和一位小儿子 但是小儿子在四岁的时候 不幸病逝 几个月之后 芝加哥发生了一场 一百七一年的极大的火灾 在整个城市里面 三百个人死亡 以及十万人无家可归 极大的火灾 而在这场火灾里面 斯伯福所投资的房地产 亦在短时间里面化为乌有 面对人生的两重不幸 于是他就安排家人 一起去欧洲旅行 散心吧 在坐船去欧洲 在起程前 斯伯福先生的生意还未完成 还要处理 于是妻子和四个女儿 先走 但是禍不单行 他们所坐的轮船 和另一艘船相撞 在十二分钟之内沉没 而斯伯福先生在美国 收到太太被拯救 在英国发过来的电报 就说到只有我获救 saved alone What should I do? 我应该怎么做呢? 的意思就是 四个女儿都撞身了 在颅海里面 斯伯福先生听到 这么不幸的消息 马上坐船去和太太会合 在航行的中途 船长邀请斯伯福先生去看 这里附近的海域 就是当时葬船的地方 于是 斯伯福先生 有感而发 写下了这些歌词 在右边 大家看不清楚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有时享平安 如江河平右稳 有时忧伤内 似浪滚 在任何环境 我以蒙主引领 我心灵得安灵 得安灵 之后这些歌词 也提到主耶稣基督 救赎的大爱 也盼望主耶稣基督 再来 让他们一家 在主里面 能够再团聚 也能够 与主同在 这种喜悦 假如斯伯福先生 并不是有 由神而来的 这份平安的事 我相信 他不能够 在这么多患难当中 也能够写出 这个诗词 这个诗词 也祝福了 后来很多 经历苦难的人 也结出了 无数 用和平 所栽种的义果 相反 当然他不是 以熟天的智慧 来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用熟地的标准 用熟地的智慧 他绝对有理由 坏着苦毒的心 用熟世的智慧方法 豈有此理 船公司 使我家破人亡 我要去报仇 我要去尋仇 我要去告船公司 过路破产 我要用我的法律知识 去报复 我要用这些 所有使用意外发生的 船员去负责 要一命填一命 我要他们以后 没有好日子过 这样 用熟世的智慧 被情欲所牵引 成为魔鬼所利用的机会 这样 豈不是会将 这个不幸的事情 继续来加倍 继续来延续 继续让更多的人 受到伤害 从神而来的智慧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 雅各 在这里给 电影节目的提醒 亦都给我们 再联想 刚才我们是否提到 三个群体 一个爱的群体 一个国家自掃门前说的群体 或者一个 勾心斗阔的群体 究竟 我们身处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工作环境 是什么的环境呢 我们的教会 是什么的景况呢 不论在思想这个时候 你会心里有百般滋味 或者摇头探色 也好 我相信雅各 他写这个书信 给当时的教会 要让当时的教会看到 就算他们经历了很多的逼迫 试炼 受到当时政权的迫害 或者受到不信 耶稣的宗教领袖的牌制 受到世界的文化 有几种的风性 例如 雅各书第一章提到 究竟顶字妹听完道后 是否真的会走出来 还是像自圆镜 然后另一面走了 或者 亦是雅各书第二章提到 究竟顶字妹是否先进来 后进人 见到有钱的 权贵的 特别优待 见到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 将他打法 或者 教会里面 是否很多人想争取一些 教育的位分 在第三章里面所说的 或者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好像言语 在行为上挑戏纷争 而不是实实在在 老老实实的讨论问题 其实教会成为一个 如何的群体 每一个特别姊妹都有份 你有份 我有份 我们必须要学习 如何用上头来的智慧 在智慧的温柔上 显出善行出来 在实践方面 我们有我们需要追求的方向 也需要我们谨慎 避免的行为 有些事情我们可能要放下 有些从上头来的智慧 神的教导 我们要学习穿上 好像《叶福所书》第四章》 提到保罗提醒 就是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就要将我们的心智改变一身 并且穿上新人 至于如何避免苦读 疾度纷争呢 就交由下星期 王云基传道 去讲解《亚国书》第四章 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追求的一方向 那七方面的事情 如何去到一些体会 首先 我相信 假如我们能够活出 神所给予我们的真智慧 我们必须要教证 我们心里面的焦点 就是我们并不是 要单纯让人觉得我们是好人 觉得基督徒是异相处的 而是我们必须要基于敬畏上帝的心 以致我们可以从里面到外面 都可以表达出我们对神的敬畏和爱慕 当诗篇111篇和针延第九章十节里面 提到敬畏而和华士智慧的开端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要做到经文里面所说的清洁 和平 温良 游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慕 这些都必须基于对上帝的敬畏 对神话语的顺服 让人能够看见 不是看见我们好的生命 而是藉着我们 透过我们 见得到 给我们这份救赎 将我们生命扭转的那位神 有时我们都会觉得 这么多样东西很难做到 也都是的 我们不能单凭我们的意志 或者努力去做出来 我相信第一世纪的信徒是这样 第一世纪的我们也是一样 在座当中 或者你信耶稣四十年的 或者你仍然在操练的当中 信主四个月的仍然是学习的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不容易 所以亚国书第一章五节也提到 假如我们中间 我们一起读吧 不如一章五节 你们中间那里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恥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就将我们的缺乏 转化成一个祈祷 而祈祷这些方面 也跟第二方面相连 就是透过经文给我们的提醒 去省察我们自己 究竟在我们的行为 说话里面 是否被妒忌控制了呢 是否我所说的事情 所做的事情 是在挑戏纷争 并不是在解决问题呢 或者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否出自内心 对神的那种敬畏和纯正呢 或者处理冲突的时候 是否追求和平 使大家和睦 而不是只决定一方对 一方错 或者能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表现出这种温良由信 而不是一个发脾气 或者是无理取闹的人呢 等等 我们在经文给我们 照亮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也可以将这些事情 发成祈祷 放在神的面前 例如在清洁方面 或者在神的面前 有没有一个纯全的内心呢 例如我们可以向神来认罪 神啊 我在你面前需要认罪 因为我之前争取去做某件的事情 或者某件事奉 其实心里面 是想人觉得我能干 想人觉得我熟灵 也不想在我看不顺眼的那位大兄或姐妹 做了你的职份 所以我去争 但其实我心里面 在你的面前 并不是纯结 并不清洁 求神你去赦免 也求神你教证我的心 事奉你 是为了回应你的恩典和你的爱 并不是为了增敬 将自己所看到的弱点 变成一个祈祷 放在神的面前 或者关于偏见 例如 牧者传道 他刺脚的 看见就不舒服了 他说的道 他教的圣经我不听 这个 你就要检视自己是否一个偏见 所以你也将这个偏见化成为祷告 在神面前 希望神破除了我们的偏见 如果你觉得 这个事情 对那位传道牧者不好的话 你也要为他祈祷 也要在合适的情况里面 和他分享 这跟第三点也有关系 而不是在背后说坏话 或者当中制造更多的混乱 是人亚扰乱纷争来的 我相信 假如我们能够省察自己 将我们的生命里面 需要进步的地方 发行讨告的话 我相信 神也会越纳我们的生命 神也很放心 将一些微信的朋友 交托给我们的教会 去到当中成长 就像《涉堂传》所说的 主张得救的人 天天加级教会一样 假如我们一个爱的群体 神也很放心 让大家的子女 或者朋友 向当中成长 但假如我们不是 神很爱他们 也可能会 寻愿他们去另外的教会成长很久 我们要争取 直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 一个爱的群体 至于我们的喜好方面 如何操练呢? 因为我们人生出来 是很自然地熟悉的 我们有我们的旧行为 即是旧的习惯 但是 我们有神给我们新的生命 接受到这份礼物 也要在当中的练习 去操练 如何操练呢? 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可以实践 我当中分享两个方面 首先 大家假如有成长班 记不记得上一季 我们查哪一卷书? 很小声 查哪一卷? 启示录 启示录 在启示录 我们查到神 写信给七日教会 在七日教会里面 除了内容方面之外 其实看他的模式 是有特别的 通常都是先肯定了 那个教会做得好的地方 然后才去指证 当然是有例外 比如沙迪 老太家教会 可能问题太严重 所以要先说 但无论如何 都会肯定神和他们的关系 神对他们关外的联系 通常都会赞赏他们做得不错 而去改一些需要进步的地方 这个模式 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学习 在世人来说 通常看到有些东西 他不合心的 觉得不妥的 那怎么办? 先投诉 批评 甚至当面也好 藉着网上也好 有时候网上的留言 很多都是很恶意的 就是完全是 很合乎挑起纷争 制造扰乱 可能事情还未很清楚的时候 就下半段了 这是世界里面所用的用法 但我们身为有神的恩典 在我们里面 有神的怜悯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 就不要学了 不可以和世界一般的见识 有时听起来有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 有时有些不满 也会尝试学习 不是先批评或者是谩骂 反而是经过 先欣赏 他在哪方面做得好呢? 然后才说有哪些需要改正的地方 例如家里面 或者家人的关系 通常见到夫妇相处里面 有些不信心的东西都会直接地说出来 但是试试 先赞赏了 这些做得好 老婆 但是那个可不可以这样呢? 整件事就很不同 即是现在开始的指正 不搞错 哪有这样做的? 大家就吵架了 和子女的关系 和父母的关系 都可以参考 啟示录给我们这种模式 来看 究竟我这样 会不会是能够带来和平呢? 能够将这样的坏事 在扰乱降至最低呢? 这个我们是值得思想的 另外呢 操练使人和平的生命 亦都可以透过了解一件事的来龙去脈 以致用帮助人的心去实践出来 接下来的例子 跟我自己有关的 也有点不好意思 我在教会里面的崗位是圣乐主任 除了安排各样的崇拜里面的音乐之类 里面当中的水准 其实也关我事的 我现在上任第七个月 在头几个月里面 我已经开始发觉到 在风琴或施琴里面 有几位都很年轻的特影姊妹 已经在服侍上好像有点挣扎 如果用熟细的眼光来说 或者在外面职场的话 可能已经先发脾气 骂人 说是否搞错 之类之类 那带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那顶姊妹是否真的会得到做就 得到帮助呢? 于是呢 我就如何开始尝试了解 和去想呢? 大家可能留意到 三月尾的时候 我就编了自己做风琴的诗琴 因为我自己也是弹钢琴出身的 我几位特影姊妹 都是钢琴背景的 转做弹风琴 哇! 才发觉原来真的非常不简单 在当中 原来崇拜里面要弹很多首的诗歌 也要弹风琴和钢琴完全不同 我要重新很小心地编那些指法 不单是在曲目里面有不同的声音 要调配 前前后后加上练习 不单是手弹 我的脚还要弹 前前后后搞了我二十个小时 足足和我预备一个讲章 差不多的时间 接着我整个心态就改变了 认识体谅 原来是这么辛苦的? 还有椅子不能调高低的 矮的顶姊妹也是这样弹的 高的顶姊妹也是这样弹的 完全是很不舒服的 甚至坐到上去的时候 又心跳加速 手心无汗 有时候整个脑胸白了一片 也会有的 由一种不满 变成体量 结果了解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懂了 于是就跟教会里面的牧者传道说 请大家高台贵手 你们就要讲到讲题的经文 请两个星期或之前就好准备了 或者给到我了 以至我可以选到诗歌 有足够的时间给诗琴去练习 也有各种其他的安排等等 但是呢 我在当中的学习 就看到 原来是神的智慧 当中给了我一个目标 如何来做就帝英姊妹呢 如何带来和平呢 温良由信 怜悯 结善果 又不会有偏见 是否偷懒呢 是否不连琴呢 之类 之类 我认为 能够多一些机会 能够实践到 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所以我相信 这些例子或经历 也相信大家 在领姊妹的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 家庭当中 工作的环境当中 可以为更加多人料 带来祝福 当中其中的原因 也是因为世界 尤其是香港 我所感受到的 是一个很冷酷的城市 我们不需要做到圣人 或者做齐了七样东西 完全无可指责才做见证 不用的 只要我们在生命当中 和世界有少少不同 根据神所给我们的教导 去做的时候 人家就会看到 这个人的生命不同 也有机会 在当中做见证 希望顶姊妹 也能把机会 去操练 去思想 今天的信息到此 也让我们一起 读一次这段经文 希望神的话语 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更加深刻的乐印 《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 你们中间 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 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疾度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芳话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熟地的 熟情欲的 熟鬼魔的 在何处有疾度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潔 后是和平 温良又信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使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愿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 也让我们有个简单的祈祷来回应 我们的天父 很多谢你赐《雅各书》这段经文给我们 让我们生命里面有所反思 天父求你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平时说话做事的时候 都很多时候用了熟悉的智慧 甚至是顺着情欲的智慧 或者其实是来自鬼魔的智慧 为身边的人带来很多的伤痛和伤害 天父求你遥述我们 也让我们有这个心智去追求 如何能够活出由伤透力 由你所赐给我们智慧 带来和平 结而果的生命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性命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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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